90年代美女云集的香港娱乐圈中 李丽真不算最红的那一波 但美得独特 她天生一张青春娃娃脸 加上甜美笑容 16岁就被星探在街上发现 演出少女电影出道 虽然她很快就凭颜值圈了一波粉 演的电影也都挺卖作 但许多年都在学生情人 林家小妹的角色里打转 渐渐想要突破 于是有了大时代理 虐得人甘腾的苦命方婷 再后来又有了豁出去的大尺度演出 蜜桃成厨石等三集片中 轰动一时的玉女下海 让李丽真身上学生情人的标签 变成了人间水蜜桃 对于直男来说 李丽真是她们最爱的又纯又郁类型 而对于女性来说 李丽真没有攻击性的美 也很讨她们喜欢 美女们天生都在树顶 从小看惯了男人们巴结的笑脸 李丽真正是如此 李丽真跟很多女孩一样 是个恋爱脑 96年香港一本电视周刊采访她 记者问她 如果可以实现三个冤枉 会寻那三个 李丽真憧憬地回答 一 永远开心 二 每个人都比以前更好更开心 三 有一个我好喜欢 她也同样好喜欢我的人 后来 历尽千番的李丽真 回忆曾经的自己 只要有个男孩子说我爱你 我会一世都照顾你的 我就会好相信她 觉得她应该好爱我 然后就会完全听她的话 她叫我做什么就做什么 叫我煮饭就煮饭 叫我织毛衣就织毛衣 叫我不要拍这部戏 我就不拍 就都会这样 觉得自己好蠢 每一次都是被分手 李丽真交过很多任男友 谈过很多次恋爱 她身边从来不缺男人 上一个男人走了 就找另一个男人的肩膀来哭一哭 于是又展开一段恋情 她第一个缺的男友 是迪波拉的弟弟 谢霆锋的舅舅 后来 音乐人潘元良 又对她一见钟情 为她写了这首 最爱是谁 然而 公厨半生都过去 我偏偏又后悔 频频这渣男心生的歌词 是的 比李丽真大七岁的潘元良 早有妻子 她为了李丽真和妻子离婚 李丽真却没因此跟她在一起 而是从这危险的不伦恋中抽身 跟漫画家启文杰交往 接下来 李丽真的男友 像走马灯一样欢 她后来表示 自己其实也渴望长期稳定的感情 但总是被分手 渴望稳定的李丽真 1996年和其貌不扬的音乐人许悦闪婚 两人生下一个女儿 但这段婚姻只维持了四年 李丽真习惯靠另一个男人的感情 来治愈上一个男人留下的伤 于是和许悦离婚后 很快跟排舞师林清风恋爱 可这一次非但没有智商效果 反而伤上加伤 她发现自己被小三了 传完李丽真冲去质问林清风 被打了几巴掌 她不愤之下 把对方排舞师的玻璃通通砸烂 场面壮观 媒体向她求证 李丽真大笑说 你看我像是会被人打的女人吗 她嘴硬耗面子 私下里却受伤极重 曾经对恋爱满怀憧憬的她 可能因情路一再受挫 加上生意失败 给父母女儿几名前男友写下六封遗书 试图跳楼自杀 从美港披露的遗书来看 跟林清风这段感情的破灭 差点成了压断她的最后一根稻草 遗书中 她给父亲留下两万元支票 给女儿的遗书里 除了说对不起 还留下了一只玻璃玩具老鼠 此外 李丽真留遗书给前夫许愿 却把女儿托付给另一名前男友 还在遗书中写下 求求你 求求你 我女儿需要你 看了觉得好心酸啊 大美女差点就这么没了 而且 看起来身后凄凉 自己没攒下什么钱给爹妈 对前夫也信不过 还要把孩子托付给外人 多年后 徐葛辉在节目上问起 李丽真这六夫遗书的事 她打了个太极 避而不答 而李丽真曾经的闺蜜 李静廷表示 确有此事 2003年 李差点从47层楼上跳下去 是她把李强行拉回了屋里 假如这话不假 她一手将李丽真从鬼门关边拉了回来 因此成了生死交情的好姐妹 谁也想不到 接下来却是三败俱伤的迷幻深渊 2003年 李丽真疑似自杀未遂获救 她带着女儿搬进了好姐妹李静廷家中 2004年 李静廷突然向周刊爆料 自己和发型师老公马桂灿 及李丽真三人之间的情势 总之尺度之大 情节是荒唐 令人无法想象 李丽真对此否认 声称和马桂灿从未发生性关系 马桂灿也表示没有三人同眠的事 当我是皇帝啊 她虽然否认有荒唐性关系 却对记者大喊李丽真是此生最爱 当场写下情书 表示要和太太李静廷离婚 跟李结婚 她还激动地说 跟李丽真曾经勾过手指 承诺以后只有彼此 再不结交其他异性 李静廷的爆料轰动全港 各路港媒添油加醋的三人行 密室每天刷屏 马桂灿的发廊生意也被严重影响 她一度宣布破产 却对媒体拍胸脯说 一定会设法赚钱养李丽真全家 纷纷扰扰多日后 李静廷突然又召开记者发布会 表示是因为不愤老公被人抢走 所以虚口故事博眼球 她说 因为后来看到这件事 对马桂灿和一对女儿的影响 她很后悔 因此出来认错 当大家以为风波终于告一段落 两周后 港媒却发现 马桂灿夫妇当街大吵 两人冲突的原因 却是为15个月大的女儿上户口时 马桂灿坚持给女儿 起跟李丽真女儿 同一个辈分的名字 虽然李静廷极力反对 女儿还是起了跟李丽真女儿 像姐妹一样的名字 而马桂灿又和她离婚 已宣布破产的她 给前妻的赡养费有限 李静廷陷入经济困难 估计是怨恨和穷困 让李静廷出尔反尔 04年8月 她认错说是自己虚构故事 12月 却又把三人同眠情节 写成了一本真人真事 公开发售 李丽真去台湾参加金马颁奖礼 李静廷竟跑到她下榻的旅馆 要把这本真人真事塞给她 这是一场没有赢家的闹剧 马桂灿原本是月入20万的顶级发型师 而李静廷曾是模特 两夫妻和孩子们是住在豪宅风风光光中的中产家庭 而李丽真在青春玉女和水蜜桃时代之后 1999年凭千言万语拿下金马颖后 原本有望展开第三阶段的影坛生涯 一场风波后 马氏夫妇中产便破产 家庭天翻地覆 而李时珍心路完全停滞 这三个人都有悲剧性格 生活中常有没头脑和不高兴两种人 李静廷就属于没头脑那种 她总是冲动形式 从不去想后果是什么 自己逗不逗得住 怎么做才更有利 和李丽真结成好姐妹 她就拉人家到自己家常住 还说大家感情好 让半个老公给她也无妨 等到老公把李丽真当真爱 她又承受不住 因为没头脑 她不会理性解决 寻求对自己有利的方案 而是一冲动就想搞个轰动大新闻出来 让对方社会性死亡 一时爽之后 才发现自顾不暇 连租房的钱都付不起 只好出来道歉求原谅 这边道完歉 过几个月又返口出书 艳齐西谷 李静廷在千里送书事情后 艳齐西谷是因为秘密生下了一个女儿 她对记者表示 这个女儿不是马归灿的 她还说 现在我想爱情想得不得了 所以现在要打扮漂亮一点 让别人知道我正在代价 可以放马过来追求我 为了赚钱养儿女 她还重拾模特就业 为杂志拍摄性感照片 在那之后 网上就找不到关于她的报道了 如今因为马归灿去世 才看到港媒报道中带了一句 说李静廷2010年就已经中风离世 算她年纪 当时她应该才40多岁吧 怎么会这么早就病逝 这些年来她到底生活得怎么样 在一时的万众瞩目之后 当吃瓜群众散去 对这个小人物再无媒体关心 于是 以上这些问题都找不到答案 这真是一个残酷的事件 而当年这场风波几乎社会性死亡的李立真 靠着她习惯的人生模式度过难关 另一个男人的搭救 出手救美的男人是1986年 就对她一见钟情 为此跟妻子离婚的潘元良 两人20年未见 却迅速旧情复燃 有了潘元良的情感安慰和经济支援 李立真可以远离人群疗伤 专心抚养女儿 但李立真习惯的这个模式 出了问题 永远有男人的肩膀可依靠 终于到了失效的一天 她和潘元良复合后 又几次分手再复合 2016年又一次分手之后 她傻乎乎的等 以为她还会像前几次那样回头 直到某天 她从新闻里看到 潘元良跟个小17岁女友结婚了 这才如梦初醒 她得了抑郁症 整整吃了两年的药 后来是因为几个好友 突然离世的消息 才振醒了她 不能再等男人拯救了 她必须自己拯救自己 李立真下了决心 要向前看 不准往后看 她重新回电视台拍剧 接真人秀 脚踏实地的工作 三个当事人 短短十年后 已经有两个离开了人间 事发之前 这三人都是普通人 艳羡的对象 他们本属于条件优越的 人生胜利组却一步不慎 满盘结束